不夠爭取到國人的支持 賴清德要戰二零二零 既然決定當蔡英文對手 這下也孤不得先禮後兵 一句話點破英德競爭態勢 臺灣自民選總統以來 首度有人挑戰自家連任者 搭配獨派最新民調 賴清德完勝所有藍綠 可能總統候選人 但彷彿金剛不壞的賴清德 在去年可是表態挺蔡到底 對二零二零 我已經多次公開講過了 我是支持蔡英文總統的 我無疑於二零二零的總統大選 持續這個議題 只不過是憲我於不義而已 說過的話自打嘴巴 立委補選才堅持團結拍 如今英德大戰就要開打 綠營派系各自歸隊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是蠻意外的 那也有一點憂心 如果初選造成黨內的分歧 那我想對於整個大選是不利的 基層的聲音很清楚 就希望民進黨能夠展現 團結的一個氣勢 如果因為黨內的初選 那造成小小的分裂也好 那是不是就否定了 過去三年的施政基礎跟方向 站出來高喊團結 鷹派互主心切 只是形勢比人強 民進黨內應得大戰 就怕刀刀劍骨 接著張超民觀光君台北報導 熱鬥 金岡 圍 ,